大家过年好啊 好长时间没跟大伙儿捞课了 今天侯哥跟大伙儿捞课 今天呢加拿大是2月14号 就是国内的情人节吧 可能国内你们醒来的时候 就是2月15号了 但是就差这十 这国内你们的早晨 侯哥这块的晚上 就这么十啥吧 差十三个小时 这么长时间 大伙儿这么惦记 侯哥留内呀 侯哥过年这一天也没有 因为侯哥这一天 也就是过年 侯哥也不想接触 这个多伦多的病情 加拿大的病情 咱们大过年的中国人 咱们很忌讳着 闹着乐乐呵呵的事 谢谢这帮网友 对一年来对侯哥的支持 帮助啊 真的很感谢你们 侯哥很开心 还有对侯哥那些 对了那糖尿病啊 侯哥大伙儿那么些电影留言 告诉侯哥吃血糖什么的 其实你有这个病啊 不用老了那么淡回事 你就记得现在很多病 你得上真的不能去个人 得上就得上 不要了去想 就你好早侯哥吃外血糖 六个七个就天天害怕了 所以说有些事 你看侯哥经常不吃血糖 但是侯哥什么都吃 我真的不忌口 我知道糖尿病吃的东西 肯定你是 那说句实在话 就属于慢行自杀了 侯哥也是尽量控制 但是你人一定记得 你的营养非常重要 你一定多吃营养 很多糖尿病 你看他今天做的视频 哎呀我六个八个 你是病人 一定得比正常性高点 侯哥经纪都 十七八年了 所以侯哥控制十以内 十以下 我觉得真的挺好的 你就记得 你根据你自己的要求 侯哥为啥冬着血糖高 就在家单一点 哪也不让侯哥去 在家单 要是侯哥下单干活 血糖真的很好 都七八个 十了个 最近就高 侯哥最近有时候反映 喝点酒吧 这个喝酒是没好的 这个你一定要相信的 哎呀 这个大伙 谢谢大伙 电影侯哥了 电影侯草 你侯草过几天呢 侯哥像他回去了 但是侯哥不能回去 侯哥这房子有这些事 还有这个 夏天这房子很多活 你得照顾我 我先去侯草 先回去 侯哥看一看 有活 侯哥得干点 因为侯哥 手的 money不是太多吗 反正西方大伙能知道怎么回事吧 侯哥不是说老伴有病了 我不去照顾 侯哥也尽量去照顾 但是 你就记住 人没钱是最难受的 侯哥就是 也是得挣点钱吧 在这边到夏天 侯哥都干活时候了 因为你好早 这个病个之后看也真是慢 看了多长时间也看不明白 还有有个网友问 就是阳光这个学费也怎么收的 问一下 问那个小孩 但是侯哥不是跟你说一声吗 你不能为人的孩子 那孩子你不愿意上 你看侯哥经常录像的说 侯哥过年数年都不上镜 加拿大很讲的隐私这房子 侯哥跟你说一声就得了 这个侯哥跟讲 这个学校叫阳光学校 这个校长叫徐开宏 他是上海音 如果你真要是侯哥说的话 你听不明白呢 你可以私信跟徐开宏 跟着问问他 我记得以前 那是一门课是1580块钱 一共是八门课 但是侯哥说的不准啊 所以说侯哥在这网络一说什么 因为加拿大 这种学校好像 我知道得不到真假 好像一切来所学校 就是做这种私人的学校 开这种学校把这个中国小孩 接着送到大学的 很多的 所以说侯哥说完了 也不能什么都跟大伙说 这块多谢 那块多谢 因为有啥话一定 你要是不知道徐开宏 私信给你喉嫂 你喉嫂我徐开宏 我徐开宏 所以说侯哥在这里 就遇到一会儿 你一定要稳住我 你的孩子送出国外 有的孩子 真是除了一天 除了打游戏 什么都不干 就是上课的时候 侯哥介绍的这种孩子太多了 有些小孩真是 咱也不让你去家长 孩子一定靠着自己 不论他在哪 出国也好 不出国也好 一定靠着自己 在侯哥我经常跟我的老婆 我说我救命大能力 我给你送到加拿大 我也不麻烦你 你也别麻烦我 我把已经尽到最大能力了 我把你送到这 虽然不是事情最好 但是也是头几名的加拿大 世界这二百来国家 前十名的战士了吧 所以说侯哥也就能做到这些 所以你不要再埋怨疤了 我是一个农民 所以能把你送到加拿大 我已经支出了 我不知道你支不支出 所以说侯哥就能说这些吧 留学的事 你就不知道 就给你侯哥发私信侯嫂 有时候会把学院的地方告诉你的 还有网友问了 加拿大冷不冷 这地方冷 它一边下雪一边晃 今天下雪 昨天晚上下雪 街上侯哥出去 满大道都没有雪了 他撒盐 政府的工作人员都做了 真的不冷 黑流浆那是真冷 你像我们一小时 冬天在黑流浆 就是白菜土豆 萝卜 冬豆腐 大豆腐 干豆腐 没有什么吃 因为那是农村的 就是家家有菜叫 那就是挺好挺好的 现在人多幸福 我吃的这么好 天天都烘的不同样 那都剩饭剩菜 真的 应该知足吧 猴哥我是知足 猴哥什么都吃 没有一样东西挑衅 猴哥就臭豆腐不吃 和榴莲不吃 剩下没有世界上食品 猴哥不吃 你看猴哥说西餐精 原来就是没有疫情 猴哥 有个残口我进去吃饭 我不管你做的啥 哪里猴哥都吃 没有那些说的 就是这个糖尿病 那个忌讳 忌口吃东西 猴哥也吃 所以猴哥 既杠这些糖尿病 不要老看那些网络 这些网信 他自己测完血糖 六个了 还测一下大伙看 你是一病人 你自来血糖 就会比别人高的 所以不要过这些 过度的计较 要求这糖啊 血糖跟正常瘾 你有病了 你就是病人 你不可能跟正常瘾一样 你一定要相信自己 什么事就可以相信自己 不可以看一些网络的东西 猴哥得着病 三十六得了 你算今天猴哥都五十三了 都多少年了 反正猴哥也记不清了 但是猴哥体质还挺 猴哥一直在干活 但是这一呆了 猴哥前天摧血糖 三十那天 猴哥摧完血糖二十个 吃完自己就害怕 所以猴哥很想摧血糖 吃完自己就带来电影收视 所以说猴哥建议大火 糖尿病人 一定要多运动 吃粗粮 这肯定有好 多喝点牛奶 多运动 人呢省心很重要 猴哥确实省心 俺家俩还有一点不小心 父母又没有了 这就是人 真的 你没有父母了 孩子要省心 你会很好很好 真的 我们家俩还我不小心 这不是我吹牛 孩子确实不小心的 这猴哥反正今天 我现在大过年跟大伙摞了一些没用的 说这么多话 还有问加拿大有没有银利洋利 加拿大的地方没有银利 都有 你看猴哥这个日历 都是买货完了 当时你就给咱 中国人给的 免费给你的 买一次够三十块钱给你一本 这点都有 都有银利洋利 但是加拿大人他不过银利 也就是不过银利 猴哥叔叔了 但中国人过银利 咱们过生日不断银利过吗 去年猴哥过程 大伙给猴哥提前过两月都忘记不住 很好笑的一件事吧 还有就问猴哥家呢 猴哥贴的辅字什么的 大字都跟他 那猴哥去你回家的 大连大财士 2019年回去买的 大容的 特别好 猴哥在家 也非常喜欢那些东西 好了 猴哥今天就跟大伙乐了一会儿 就说这些事吧 非常感谢大伙的朋友 祝你们每个人都健康了 咱们这个碎尔银哪 每个人照顾自己 这嘴呀 多吃饭少说话 你看猴哥 原来猴哥的嘴都得很多银 猴哥的嘴上无德 猴哥的性体也不行 猴哥只適合干出大力 老婆猴哥真的不行 猴哥这个人嘴上无德吧 真的 活干活猴哥是不差事的 只要找猴哥干活 那是没得说的 所以每个人老天爷对谁都公平的 你有个好头脑 你有没有好体力 你有好体力 你有没有好头脑 人人都是一样的吧 你自己想的 这个事情是很公平的 上伙有什么事 就跟微信给猴哥留言 猴哥知道尽量答复你们 但是我有的事 有些话 猴哥确实没有回复你 有些话 确实猴哥不愿意说的 因为有些话 你们也得替猴哥照项 今天猴哥说这些话 每个人都快快乐乐的 度过这个2020年 马上我们就2021年 牛年每个人都快乐 好了 谢谢